留下女孩意外走红 五个字令人破防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领导人会见 卡特尔外交大臣 明星虚设个人工作室 为何小地方成大明星避税聚集地 明白的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利用空壳公司片区补贴 巧立明目偷逃税款 究竟该如何阻住漏洞 要切实地起到自己的监督和管理的作用 当红艺人接二连三陷入偷漏税风波 背后可有隐情 严查明星偷漏税行为能否起到警示作用 对于明星明人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 从偷逃税到涉嫌强奸 半圈重磅炸弹不断 畸形文化需警惕 如何才能真正发挥偶像明星的正面引导作用呢 他要约束自己的道路 要约束自己的行为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 本期瞭望平变天下 为您梳理一周要闻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 这里是瞭望平变天下 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瞬间 9月13号 在浙江周山普陀东极岛 海浪拍打岸边 激起树米水花 自9月12号起 上海浙江等地 为抵御今年第14号台风 灿都做足准备 截至9月15号下午 灿都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 其中心位于上海市东偏南方 约415公里的海面上 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减弱 留给俺妈的 视频中小女孩的这句话感动了很多人 9月11号 在河南省周口市泰康县清吉镇二朗庙小学 面对记者的提问 张笑笑表示 留在盘子里的四只虾 是准备带回家给生病的妈妈吃的 校长介绍说 春节前 笑笑的妈妈做了手术 每次学校发的牛奶 水果 虾之类的好吃的 她经常留着带回家分享给妈妈 小小年纪懂事的令人心疼 照片中 是卡特尔外交大臣 抵达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后 乘坐专车 9月12号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总理 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 在首都喀布尔 与到访的卡特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 阿勒萨尼举行会见 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 人道主义援助 阿富汗未来经济发展等问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 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 9月13号出版的2021年第37期 瞭望新闻周刊 聚焦如何围绕巩固脱贫成果的目标任务 为乡村振兴打好基础 结合记者的调研经验 专题从完善制度保障 统筹发展机制 推进文明建设等方面 讨论如何认识乡村振兴的复杂性 艰巨性和长期性 强调 要兴旺产业不放松 要筑巢引凤 突出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要激发农民的主体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唤醒群众朴素善良的本质 让传统的孝道 诚信 人爱等优秀文化逐渐回归 形成得志的柔性约束 9月16号出版的2021年第19期 瞭望东方周刊 重点介绍了 中国是如何有效控制住 由德尔塔变异毒株 引发的新一轮疫情的 专辑强调 疫情应对是城市治理的战场 疫情防控考验着城市的 反应速度 管理精度和承压韧度 专题梳理了扬州 瑞丽等地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正反经验 强调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有效应对 重点关注防控薄弱点 防止闭环管理出现疏漏 中国抗疫经验多次被证明有效 但必须警醒的是 疫情防控不可能避其功于一亿 唯有落实好每一个环节 用好药物 疫苗 防控措施的组合权 才能最大限度 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危害 近日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 有明星注册个人工作室 作为偷税漏税的新招 这些工作室多是空壳公司 巧利明目 骗局所谓的补贴和奖励 实则是为了偷税漏税 那么该如何来堵住明星偷税漏税的漏洞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 近日有媒体报道 一些明星注册个人工作室 作为偷税漏税的新招 记者通过查询 天眼查 起查查等平台的注册数据 发现有大量明星工作室 或影视公司 注册在南京和徐州等地 但前去查看时却发现 这些公司在当地根本没有实际办公场所 今天没有工作室 今天是不是影视程了 又影视程了 对啊 那是假的 你打电话都没人 无论吗 有 我在这边上班四年了 里面有没有工作室 有没有公司 我都不知道 我们都住 啥都没有是吧 里面办公只有我们自己 广电自己的员工 我听说有些明星工作室 放在那边 你们看到过 没有 那我们这个地方 画白的画是画的将近百事 一样的 画白的画 他们没有这个办公地方 在徐州新宜 这类明星工作室注册地 大多为新宜市新华路 新原影视文化产业园 记者驱车前往现场发现 与注册所在地最接近的位置 是一座名为新原的主题公园 并没有找到任何挂牌的 明星工作室 我们这个新宜在全国画 会比较好 这边全国里都到的 像这些明星 本贱定 还有张明星 那个杨颖 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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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哪里 这个税收的返还率比较高 而且它及时兑现 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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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五线写 对 坐在纸上 这个不违法什么规定吧 这是我们市里的政策 市里就能做出的 全市里就这个 市里能做出的政策 信仪 信仪 为何这么多明星会选择把注册地放在这里 相关部门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通过注册个人工作室 享受地方返还政策后 明星至少能避掉20%的个人所得税 当地招商干部还向记者展示了所在文件柜里的明星报税凭证 一般是什么情况 明星会在做 他还要求我们保密 我们一般都会签保密协议 大家都知道他们来人喜欢政策的 因为现在你说是通法还的话 在国院还是觉得不大 我们现在给您说也都是说的减肥上不齿 而且明星一言的个税本身相对于更明白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堵住明星偷逃税的漏洞 铲除脱实向须的土壤呢 好 各位 今天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长沙 欢迎您 常律师 你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名人王健 王健好 主持人好 想先问一下常律师 像您是经常给娱乐圈里面的相关人士 做这种法律咨询的 这种通过注册空壳工作室 甚至进行逃税的这种情况多吗 实际上就是注册这种所谓的空壳公司 享受一些地方的这种优惠政策 它实际上不只是在娱乐圈 在很多的这种商业的企业中 都会有这种现象 如果要是符合政策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只是合理的利用了一些当地的政策 它实际上是合法的 但如果要是说确实中间存在一些 这个偷逃税 或者是虚构了一些这种交易的这种情况的话 那它肯定是违法的 我们都知道 当你把一个空壳公司挂在这的时候 其实无非就是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呢 你通过这个空壳公司进行一些资本的转账啊 洗钱啊 流水啊 这样的这个操作 那你要缴纳一定的这个税收 我可能会在税收上多多少少 虽然你就是一个空壳 我也有近象 第二呢 这样的企业挂的多了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搞什么文化产业园 创意产业园啊 我可以画饼啊 你看我这个招商引自了多少多少家企业 其实就是画一个饼 把自己的政绩描述的非常好 但事实上明白的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如果要是说是空壳公司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是属于这种违反了工商的注册条例的这个相关的管理规定的 实际上呢 在这个我国的公司法还有这个工商管理条例中都是有相关的规定 如果要是说这个公司它没有在这个地址是有实际的经营 有实际的人员在的话 那工商机关是可以对它予以这种警告罚款 然后甚至于说是这种吊销营业执照等等这种相关的行政处罚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像我们看到一些明星动辄一年好几个亿十几个亿 这样的这个大的资金量 这个税收一个点可能对它影响就很大 那怎么办呢 我设立一个工作室 你不是跟我签合同 你是跟我的工作室签合同 我工作室比如说 很多明星都把演艺工作室设在霍尔果斯那样的地方 当地为了招商引资做边境贸易 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第一年减免 甚至你刚来的时候 我还给你第一年怎么样的这个激励 第二年税收减半 前三年不收等等 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 那通过工作室这么一千一赚 我整个这个钱就都落在兜里了 2021年8月27号 根据国家事务总局消息 上海市税务局第一基查局已查明 郑爽2019年至2020年为依法申报个人收入1.91亿元 投税4526.96万元 其他少缴税款2652.07万元 并依法作出对郑爽追缴税款 加收质纳金并处罚款 共计2.99亿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同一天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 支持税务部门对郑爽偷逃税案件的处理决定 不得邀请郑爽参与制作节目 停播郑爽以参与节目和影视作品 即2019年范冰冰因逃税被罚8.84亿元后 郑爽也因偷税逃税被重罚 事实上 早在2017年9月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电视制片委员会等多家行业协会联合发布 关于电视剧 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 规定全部演员的总片酬 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 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 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30% 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具体的红线 2018年9月出台的综艺献献令 严控综艺节目艺人的片酬 每期节目艺人总片酬不能超过80万元 常驻嘉宾一季节目的片酬不能超过1000万元 然而在献献令下 依然有一些艺人偷梁换注 暗度陈仓 上海事务局第一机查局查明 郑爽于2019年主演电视剧《倩女幽魂》 与制片人约定片酬为1.6亿元 实际取得1.56亿元 分为两个部分收取 第一部分4800万元 将个人片酬收入改变为企业收入 进行虚假申报 偷逃税款 第二部分 1.08亿元 制片人与郑爽母亲设立的 实际由郑爽控制的公司 签订虚假合同 以增资的形式支付 规避行业监管 获取天价片酬 隐瞒收入进行虚假申报 偷逃税款 事实上 陷入偷逃税风波的当红艺人 并非个例 1998年9月 毛阿敏偷税案调查中期 事务机关调查证实 毛阿敏自1994年1月至1996年3月期间 与八个演出承办单位 扣缴义务人共同偷税事实成立 税务机关拟对毛阿敏处以 所偷税款三倍的罚款 共计81.33万元 此前1989年 年仅26岁的毛阿敏 就因在黑龙江演出时 偷税漏税被罚款60多万元 演绎事业一度受到影响 2002年4月 税务部门认定 刘晓庆及其公司 偷逃税1458.3万元 决定追缴税款 加收质纳金573万元 2002年6月 刘晓庆被刑事拘留 其名下的19套房产 被公开拍卖 在被积压了422天后 刘晓庆被取保候审 最终因积极补缴税款 及罚款不予起诉 当红艺人接二连三 陷入偷漏税风波 背后可有引擎 追缴税款 是否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对偷漏税行为 惩处的原则是怎样的 严查当红艺人的偷漏税行为 起到怎样的警示作用 这里面其实我们的法律法规 在不断的变化 而且要求是越来越严格 比如说最早 毛阿米 刘晓庆 范冰冰 再到郑爽 他们这个偷逃税的方式 也在发生变化 每个案件的话 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点 但是从偷逃税的 这个手段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通常就是要不我 就是不列少列这个支出 或者说是我多列支出 虚假申报 还有就是通过签订阴阳合同 等等这种方法 来达到这个偷税的目的 你如果是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 采取一些收入筹划的这种方式 去避税的话 它就是一个合理的 但如果你要是超越了法律 去避税 那它就不叫避税了 那就是偷逃税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纳税本身是 每个公民应金的义务 但是明星明人 因为这个收入 相对收入比较高 所以受到的关注度更高 如果他们收入这么高的情况下 都不纳税 让我们每个普通公民 去勤勤奋的 用纳税 那可能大家也不敢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 我觉得对于明星明人 适用严格的法律尺度 对他们偷逃税款的行为 进行惩处 我觉得是应当的 其实我们几个明星的 处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处罚的依据是一个什么 这个也是我国的 这个法律的一个变化的 一个过程 实际上在这个刘晓庆的 这个案件的发生 2002年 我国的刑法里面 有一条罪名 叫做偷税罪 它如果要是说 你偷逃税款 达到一定的金额 它就构成一个刑事犯罪 所以刘晓庆是存在一个 被羁押的一个情况 但是在09年的时候 我国的刑法 进行了一次修订 它把这个偷税罪 变成了逃税罪 就如果要是说 一个人涉嫌 说有这种偷逃税款的情况 但是他经过 这个税务机关的处罚 及时的补缴了税款 而且是已经缴纳了 这些相应的罚金 那接受这种行政处罚的话 它是可以被免于刑事处罚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明星名人在过去 这几十年间 伴随着我们文化产业的 这种发展 他们所获得的酬劳 也越来越高 文化产业的发展 让这些明星名人 有了更好的舞台 但有了更好的舞台 事实上应该反补这个舞台 反补大众的厚爱 但是确实 这些明星名人 这种偷逃税款的行为 确实挺让人不耻的 想出了各种办法 你跟我工作室签合同 然后我工作室 每个月只给我开 5000块钱工资 剩下的全都工作室 有各种各样的支出 水电燃气什么 全都支出 这一年好像 一看收入一看支出 工作室没怎么赚钱 然后呢 所以我纳税就不用纳那么多 这样的这个操作 其实很多公众 我们大家也都能看得明白 确实是非常非常没意思 作为明星名人 公众人物 在这方面动足了心思 我觉得没有把 这个心思放在作品上 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从偷逃税到涉嫌强奸 这段时间的饭圈 不时引爆的炸弹 令人瞠目结舌 事实上 在此之前 饭圈乱象 以及其背后的畸形文化 就已经走入人们的视野 2021年5月 一段为偶像打头盗奶的视频 曝光后 引发网友热议 随后 相关平台负责人被约谈 节目被暂停录制 这起事件揭开了资本方和制作方 蓄意诱导收割饭圈经济的真面目 所谓饭圈集资 是由明星后援会发起 由粉丝参与的 为明星募集资金 用于参与应援 打榜投票 购买作品 制作周边的行为 根据一些选秀节目的规则 粉丝需要投票 从而使追的选手 获得更高的排名 排名靠前的选手 可以出道 选手排名的竞争 易化为粉丝购买力的竞争 记者调研发现 饭圈集资 看似是粉丝 为爱发电 实际上 使节目组和商家等资本方 在背后推波助澜 有的选手后援会 在节目录制期间 集资总额高达上千万元 这是对我来说 就是参加那种 就是线下的那种 应援 就然后这些人 跟我现实生活中 就是见到 比如说老师啊 同学啊 父母啊 或者是 就是一些 其他人 他就完全不一样 然后就很宣泄 那种感觉 对 事实上 这些资金的 真实去向成迷 后援会会长 涉嫌诈骗 粉头卷钱跑路 湛姐坑钱有数 类似这样的新闻 屡见爆端 有业内知情人士表示 在饭圈里 粉丝团的头目 粉头和明星偶像 应援站的组织管理者 湛姐 利用明星应援 集资获利的事情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而不同粉丝团体之间 时常在社交平台骂战 甚至上升至 人身攻击 更是常态 极大影响了 健康的互联网环境 2021年6月 中央网信办决定 即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为期 两个月的 清朗饭圈乱象整治 专项行动 重点打击 五类饭圈乱象行为 一是 诱导未成年人 应援集资 高额消费 投票打榜等行为 二是 饭圈粉丝 互撕谩骂 拉财引战 造谣攻击 人肉搜索 侵犯隐私等行为 三是 鼓动饭圈粉丝 攀比炫富 奢靡享乐等行为 四是 以号召粉丝 雇用网络水军 养号形式 刷量控屏等行为 五是 通过蹭热点 制造话题等行式 干扰舆论 影响传播秩序行为 截至八月二号 以累计清理 负面有害信息 十五万余条 处置违规账号 四千余个 关闭问题群组 一千三百余个 解散不良话题 八百一十四个 拦截下架 涉嫌集资引流的 小程序 三十九款 那么 所谓的饭圈文化 究竟是一种 怎样的文化 如何才能真正发挥 偶像明星的 正面引导作用呢 为什么圈内人 会对整治饭圈文化的 这样的行动 表示欢迎 实际上不只是 娱乐圈的圈内人 对于这种 普通的粉丝来讲的话 大家都是欢迎 这个清朗行动的 因为从演艺人员来讲的话 他实际上 他是希望自己的 这个行业 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发展 他实际上 也是希望 能用自己的作品 让大家了解到 自己真正的实力 从粉丝来讲的话 他也是希望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崇拜的偶像 他能够有更好的作品 呈现给大家 然后我们能看到 这个偶像的一个 正常健康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过程 你比如说我们 有一些这个 明星养成类的节目 到男团女团 然后就各种各样投票 这是资本主推的 还有一些明星名人 实际上 这个作品演的 乏上可乘 我们都见过那样的场景 就是现在的演员 演一戏到那 连台词都不背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么一说 下来给配个音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些资本的助推 经济式的包装 让这些名人 达到的光鲜亮丽 尤其是这中间 让大家非常担心的 就是所谓 金融资本的对抖 我的工作是 包装了某位明星 我一年必须通过 他挣两个亿 我挣不够怎么办 突然半路 他出了一个丑闻 那不行 我这两个亿 我拿不回来 我必须怎么样 再继续包装它 老戏谷 认认真真演戏的 到最后呢 接不着戏 然后呢 有的时候 这个自己的作品 没有办法出圈 反倒是那些 全层文化 层层包装的 达到的光鲜亮丽的 某些小鲜肉 成了一壶百应的人士 我觉得这是 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所谓的这个 粉头来集资啊 这种情况 确实是 尤其现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 饭圈文化下面的话 是经常常见的 但是如果要是说 粉头它 虚构了一个 名目 实际上拿着这个钱 没有去做这些情况 有可能是集资诈骗 也有可能会说是 挪用资金 等等这种情况 有些案例就是 有这种粉丝 去起诉了粉头 然后最终的话 实际上认定的 还是更多的是 这种民事行为 另外一方面反映出来说 这个款项的 监管力度是不够的 那对于这种 也是需要 比如说他集资的 这个平台来出面 来做一些监管 包括说这个 粉丝内部的这种 自己本身 也要提高自己的警惕 这两天正好有一个新闻 韩国的一个演员 过生日 中国的粉丝 要集资给他买车 这个爸妈 他辛辛苦苦挣的钱 让这些孩子 拿来集资 给这个一个 韩国的男团 我觉得这个饭圈 确实到了 整治的时候了 要不然 我们的孩子 天天所思考的 所想的 都是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的 这个心智 恐怕会对未来 造成巨大的影响 今年应该说是 娱乐圈当中事件不断 能看出怎样的信号 和怎样的变化 这个法律实际上 它只是众多规则中的一种 那如果要是说 想这个所谓的清朗饭圈 从这个监管平台的角度上 来讲的话 它是要切实的起到 监督和管理的作用 那从艺人本身来讲的话 他要约束自己的道德 要约束自己的这个行为 从粉丝来讲的话 你要冷静地去处理 说你追星的这个行为 我们要培养合格的 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 如果任由这种饭圈的 乌烟瘴气去影响 我们的年轻人 怎么样让我们的年轻人 怎堪重任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确实 有很大的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